在上一次与继父太郎兄妹的大战中 雨水天元在探智郎的帮助下 以一只手臂的代价险胜对方 等支援部队赶到十一只猪几人已经重伤昏迷 阴住雨水在三位老婆的搀扶下华丽退休 主公大人听到消息激动的口吐鲜血 一百年不曾改变的局面终于被打破 他发誓一定要在这一代打败鬼舞十五坛 这是他们家族唯一的池 画面里转随着名女琵琶声音响 三哥被召唤到无限诚意空间 他注意到不远处一个花壶传来声音 玉壶阴阳怪气道我还以为你被干掉了 担心到胸口很难受了 三哥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这时伏涕旁的上弦之四半天狗出现 他嘲讽玉壶现在连算数都不会 距离上次上弦相聚名名过了113年 三哥强忍着怒火 童谋又转头和玉壶搭话 说他之前送给自己的新壶 被他插上了女人的头 用来装饰房间真是不错 他邀请玉壶来自己家去欣赏一下 下一秒同魔的伤口便恢复过来 阴阳这三哥的力量比之前变得更强了 名女突然开口打断两 表示上弦之一大人是最早被叫到这里来 他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五彩大人 全员到其五彩结实 五彩缓缓说道 继夫太郎已经死了 上弦之月缺了一脚 同魔知道是自己介绍他们加入上弦成鬼了 要是不介意的话 他愿意挖出自己的眼珠来谢嘴 其实五彩早就料到继夫太郎会最先死掉 因为从始至终落鸡就是个脱油品 要是从一开始就由继夫太郎出场就不会输了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怎么做都会是有更多人类意识的鬼被先打败 他对上弦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 嘴见的同魔并不以为然 反问五彩我曾辜负过你的期望吗 对于五彩来说 产无夫一族至今未灭 蓝色彼岸花也没有任何线索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基本上都没有进人 五彩怒了 他认为上弦的存在简直毫无意义 就连上弦之一非死魔都表示无话可说 借口说到是产无夫一族巧妙地涌藏了起来 同魔也跟着反思 表示自己并不擅长探查和搜寻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而这时玉虎表示他不一样 他找到了能达成五彩心愿的重要情报 说话间玉虎的头颅已经立于五彩的掌心 五彩说着他讨厌变化 无论是什么变化都是衰退变化的表现 他希望达到的是在完美状态下永恒不变 上弦鬼被杀已经让他十分恼 他不希望玉虎拿着一个不确定的情报来糊弄 他认为是自己太放纵上弦了 于是命令玉虎在确认情报后 就与半天狗一同前往行动 五彩大人彻底怒论 不管是消灭产无夫一族 还是寻找蓝色彼岸花 上弦遛鬼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 玉虎向五彩妖宫表示他有新的情报 但渐渐的铜魔却跑来玉虎这里想要分一杯羹 他捧着玉虎的脑袋表示他也想要一起调查 这时身后三哥走来直接给铜魔贴了个瓶头 表示五彩大人没有叫你参与就别插手 人未到刀先走 一瞬间三哥的手就被砍了下来 半天狗看着大老们打架在一旁瑟瑟发抖 黑死魔并不是为了帮铜魔说话 只是三哥这样挑逝会打乱排名 最终导致关系出现裂痕 要还是对铜魔不服气的话 那可以提出更换排名的殊死之战 这时阴阳人同模挑衅道 可是就算他提出战斗申请 一窝座还是赢不了我们俩 再加上我又比一窝座大人更晚才成为 却比他现在更出人头地 难免他的内心会有些不平衡的 然后渐渐地爬到黑死魔身后白手吧 虽然三哥嘴上听话 但心里却有一万个不服气 他表示自己迟早会杀了黑死魔 画面一转出现一位长红发的男人 此人正是年轻时的继国园仪 他怀里正抱着一位小孩 原来在那时候继国园仪救过炭治郎祖先一家 炭吉希望能把园仪的英勇事迹流传下去 他知道园仪很需要一位继承人 就算现在以自己这个卖探人还无法继承 以后总会有人能够继承的 可不管炭吉怎么劝说园仪始终不愿意 他认为自己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守护好自己重要的东西 也没有做到一件该做到的事 甚至贬低着说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渐渐的炭治郎从伤痛昏迷中清醒过来 他还没从梦中祖先和原一的对话中缓过神来 两个月他终于醒来 香奈呼激动地跑到炭治郎身边慰问 这是一位善后部队成员后腾拿着高级蛋糕走路 他本希望能通过蛋糕的香味能将炭治郎唤醒 看到香奈呼在便准备随意地将蛋糕交给他 三小只跑到炭治郎身边又是蹭又是位 炭治郎刚清醒就询问起善意和一只猪的情况 后腾表示善意前几天已经队伍 现在正跟着队伍执行任务 至于一只猪的状况 他们表示还是十分糟 因为毒素已经遍布了全身 怕是会凶多吉少 一只猪丝毫不管炭治郎的死活 跳在他的床上炫耀自己是比他早醒七天的人 这时三小只才告诉炭治郎 一只猪就像是这种叫做立冠的黄鼠 全身厚实的皮肤就是他的窥击 所以一只猪就算是中毒也能安然无疑 看着几人在炭治郎旁边炸炸呼呼 香奈呼罕见地吼了出来 就这样一星期后 炭治郎重新复活了过来 一只猪也一个人提前去执行任务 而炭治郎还要在每天日复一日的体力训练 突然他想到那个被自己玩坏的日轮刀 现在新的日轮刀还迟迟没有送来 三小只支支吾吾地表示钢铁种有记忆通信管 刀子损坏本是常有的事 三小只认为是钢铁种先生有点难以相处 他们建议让炭治郎直接去他们村里看完 而此之前为了不泄露村子的情报 炭治郎要蒙上眼睛戴上鼻塞和耳塞才能出发 隐带着炭治郎踏上前往断刀村的旅 隔一段距离就会给下一个隐交接任务 为了防范鬼袭击所以村子的位置很隐秘 每当炭治郎被转交时 他都会向之前送自己的人大声道谢 因此让一路上的隐门被感欣慰 众所周知断刀村是个很神秘的地方 但我更愿意称之为炼竹温厥 炭治郎的道谢声吸引了秘里的注意 根据尹的提示 炭治郎找到了身材矮小的村长 乖巧听话的态度瞬间就将他拿捏 获取战利品的同时也得到了钢铁种的消息 不过这家伙最近抽风正完失踪 想找到他还得花费一番功努 村长承诺要是在炭治郎痊愈时 钢铁种人未打造出新的日轮刀 将会更换刀匠完结此事 在这期间 只要在村里的温泉等待即可 刚好对体质虚弱的炭治郎有奇效 与村长道别后 炭治郎路过一片断刀场 亲眼见证了日轮刀的诞生 正担心钢铁种与村长方会大打出手时 没想到秘里竟直接向他跑了过来 原来秘里主动打招呼被无视 因此才委屈巴巴跑来向炭治郎告诉 刚跑完早的好心情全毁了 直到炭治郎说晚饭是松龙反 这才让吃货就此打住哭腔 在温泉炭治郎碰到了一位老熟人 那就是不死穿玄迷 本想搭话拉近彼此的距离 殊不知一句话就让对方破防 差点没挨一顿毒打 晚饭时 炭治郎与秘里谈论起玄迷的事 据说他是封住的弟弟 但不知为何封住就是不肯承认 或许两兄弟间有什么隔阂 与自己的家庭相比真是天差地点 得知玄迷从来不吃厨房准备的饭菜 炭治郎打算捏几个饭团给他送去 能看到炭治郎活泼可爱的一面 炭治郎开始好奇 他是为了什么而加入鬼杀队的 万万想不到竟是这种答案 愣在原地的炭治郎直接吓出圆环 玄迷也没有待在房间 这时秘里的日轮刀也快完工 只需做出最后一步微调即可 半天时间内相处很是融洽 也不知下次能否活着见面 经历过的事往往最为珍贵 得到鼓励的炭治郎虚心接受 励志有朝一日绝对会打败鬼舞式无惨 第二天炭治郎早早地结束了修炼 为了找到秘里口中的强大武器 于是和妹妹踏上寻宝之旅 在森林竟遇到了狭柱时透无翼狼 看样子他似乎在欺负小孩 炭治郎为了拿到秘里口中的秘密武器 于是进入森林开始漫无边际的寻找 却不料碰见霞柱正在欺负小孩 正直的炭治郎立马出手制止 但尚未恢复的他哪能是住的对手 无翼狼一拳就将他打到满地找牙 同时嘲讽这么弱 居然也能加入鬼杀队 被触碰逆临的炭治郎立马还击 同时救下刚被欺负的少年 但少年却没有因此感激 还纷纷地表示不会将药室交于两人 如果再次使用原一灵式一定会损坏 可无翼狼却满不在乎 他认为这种无聊理由闹别扭的时候 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惨死在鬼的手中 妨碍住的行动 就相当于在杀害那些无辜的人 刀匠既不能战斗也不能拯救他人 除了会打造武器之外一无是处 对于这种偷换概念 炭治郎是不认同的 于是理直气壮的开始和无翼狼争执 在他看来刀匠的重要性不亚于箭矢 要是没有他们所打造的日轮刀 箭矢面对鬼使恐怕也只能干凳 本来就挺烦的 听到炭治郎叽叽喳喳不停后 无翼狼更烦了 随后一拳将他打晕在地 在那之后 钢铁种与小铁将他搬到安全的地方 炭治郎听到动静立即醒过来 炭治郎挺身而出的勇敢行为 得到了少年的好感 于是将人偶的秘密全盘托出 他拥有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 可以给助用来进行实战训练 这具人偶是以曾经的见识 既国园亦为原型所制造的 因为他的实力极其强悍 所以只有用六条手臂 才能再献出他当年的动作 尽管炭治郎对人偶有印象 却始终想不起来他究竟是谁 毕竟是战国时代的人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少年也不是特别清楚 自己的父亲患病早逝 身为家中独子必须肩负起家族兴衰 但却没有打造兵刃和修理人偶的才能 所以才和霞助吴翼郎发生了争执 能和这么强大的人偶打得难舍难分 两人不禁感叹霞助的恐怖实力 这时吴翼郎的信鸭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因为信鸭提到日之呼吸 炭治郎这才想起来 曾经在梦中见过记国元一 不过在被信鸭吐槽之后 炭治郎开始变得消沉起来 少年见状安慰是记忆遗传的现象 断刀村中的刀匠明明第一次打造日轮刀 却总感觉过程似曾相识 以及明明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却感觉有着清晰的印象 村里的人将这些称为记忆的遗传 或许那个梦境就是属于祖先的记忆 少年的说法得到了炭治郎的认同 熟悉后也得知了他的姓名叫做小铁 炭治郎见状努力安慰着他 但小铁却始终没有信心 好不容易才将他说动 吴翼郎这边已经结束了战斗 从气味上来说吴翼郎并没有恶意 炭治郎安慰自己他并不是有意刁难 只不过那只姓鸭倒是恶意满满 站在人偶前的小铁很平静 天空下起的大雨也映照了他此刻的心情 本以为人偶已被打坏 但在炭治郎的帮助下 又令人偶重新动了起来 そうですね 炭治郎さん これで修行をして あの澄ました顔のクソガキよりも 絶対に強くなってください 全力で協力しますので 气泊源一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仅是断刀村中的一个仿造人偶 就能将炭治郎打得满地掌压 それは言わないにしても 時藤君は凄かった 俺よりも小柄で年下の子なのに 負けてられないぞ 俺ももっと強くならないぞ 小铁一眼看穿炭治郎的战斗习惯 总是观察对手动作后才做出反应 说白了就是基本功完全不到家 这种水平能加入鬼杀对运气占多数 为了帮助炭治郎纠正弱点 小铁决定在没达到要求的标准前 将不会让他吃一顿饱饭 其实小铁从始至终就是个毒蛇 只是受到父亲逝世的沉痛打击 才暂时收敛了许多 也正因如此 认识到技术层面不足的他 故意向吴翼狼隐瞒了一件事 原因灵士除了使用钥匙之外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改变他的行动轨迹 只要按照一定规律 旋转灵士的手腕和手指 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 刀匠会编排专攻剑士弱点的动作 再让人偶与剑士战斗 这样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战训练 人偶在主人的操作下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狭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今天已经是训练的第五天 不知炭治郎已经被打飞了多少次 尽管小铁的分析能力极强 但作为剑术教官却只是个门外汉 他并不知道人类的极限在哪里 所以采用的训练方法毫无人性可言 只因炭治郎没按他说的做 至今都没吃到一口饭和水 好在途中下过急场雨 炭治郎才侥幸保住了性命 但在几乎不吃不睡的情况下 眼看炭治郎就要走过三途川 却因为饥饿导致晕眩一头栽进了河里 无意中瞥见水底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伸出手去抓他的瞬间炭治郎开启通透世界 无限接近死亡才能领悟 即便攻击软弱无力 但总算是打中了人偶一次 炭治郎也因此得到了吃饭的资格 觉醒了他拥有了预知敌人动作的能力 只要彻底掌握将成为媲美住的强大武器 吃饱喝足后 炭治郎又开始了新的实战训练 随着体力的挥辱 这一次与之前相比明显更加游刃勇 拼尽全力的一击定将让我破坏 小铁看出他的担忧 承诺坏掉的话一定会修好人偶 毕竟这种时候可不能犹豫 这是鬼灭之刃中最难对付的鬼之一 半天狗 他竟然直接当着狭住的面闯入了炭治郎的房间 面对炭治郎的攻击 加上鬼化的腿柱泥豆子 他的脖子也是被当场砍断 然而断掉的身体部分 竟然能分裂出不同的鬼 并且随着分裂的次数增加 他们的年龄也向对应的减少 而且还能分裂出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能力 在炭治郎给了人偶的头部一击后 竟然在人偶的身体中出现了一把神秘的刀刃 这一幕直接给两人吓到 连小铁也不知道 为什么人偶的体内会有一把刀 而且这起码是三百年前的刀了 此时两人激动不已 小铁表示炭治郎可以把这把刀收下 炭治郎虽然激动无比 但还是象征型的推托 自己只是碰巧斩掉人偶的头而已 怎么好意思将其收下 可小铁执意要求对方可以将其收下 毕竟炭治郎现在正愁没人帮他断刀 并且战国时期的铁质量肯定非常好 在两人的拉扯下 最终决定先把刀拔出来看一看 于是两人异常激动地将刀拔出 可拔出一看 才发现这把刀已经完全生锈 毕竟这把刀已经经历了三百年 而且中途也没办法包养 小铁对炭治郎道歉 让他白白包兴一场 炭治郎虽然嘴上说着自己完全不介意 但是不停留下的小珍珠 已经完美地说明了他此时的心情 而就在这时 两人发现森林中一个人影慢慢走来 只见此人一身夸张的肌肉 而他正是我们炭治郎的断刀人钢铁种 他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表示这把刀就交给他了 于是三人就这样争夺了起来 炭治郎当然不愿意对方把刀拿走 毕竟这是小铁的东西 只见钢铁种将刀刃一挥 完全不讲道理地将刀夺走 而就在这时村长出现 告诉大家钢铁种的弱点 只要往嘎吱窝不停地怼就好了 在他的攻势下 钢铁种不堪重负地倒下去 原来钢铁种之前失踪是因为一直在山里休息 这都是为了断出更好的刀 以免炭治郎在战斗中死去 只不过他不会坎率地说出口 炭治郎一听受宠若惊 居然都是为了自己 而就在这时钢铁种原地复活 表示自己会用钢铁种加世代相传的技术将其打磨好 小铁叹了口气 那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 话都没说几句就不停地抢刀 跟个只会重复一句台词的笨蛋一样 好家伙小铁的毒舌果然还是这么呢 回到旅馆后 炭治郎正在和一个人闲聊 刀好像要打磨三天三夜 据说那种断刀方式非常艰难 甚至还有人因此死掉 他正在犹豫要不要去探望一下对方 而炭治郎聊天的对象 居然是我们不高兴的不死穿玄米 他让炭治郎不要一副朋友似的和自己裸里把锁 而且曾经炭治郎还害得自己的手骨折锅 让他怀恨在心 炭治郎却表示这都是因为对方打女孩 所以自己也没办法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炭治郎发现他的牙居然长出来了 他记得对方的牙齿明明在温泉的时候被他拔掉 此时炭治郎愣了一下 表示对方应该是看错了 只见炭治郎居然拿出了那时掉在自己头上的牙齿 告诉对方自己没有看错 到现在还留着呢 炭治郎看到这一幕直接傻了 这是什么恶心的行为 没想到炭治郎说这是对方掉了的东西 本来就想着要还给对方 炭治郎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把他轰了出来 炭治郎疑惑对方为什么一直这样气呼呼的 果然是因为肚子饿了吗 而与此同时 断刀村也进入了夜晚 此时一个泡完温泉的刀匠正准备回家休息 却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花瓶 他走近一看 想要把这个湖拿起 而就在下一秒 他居然被这个花瓶整个吞了进去 在进入湖中一顿颤抖后 他就被吐了出来 变得七零八岁 此时上炭治郎的玉湖从中探出了 果然山里的人就是难吃 味道不堪入目 自己只要将这个地方摧毁 无疑可以削弱鬼杀队的实力 而此时的半天狗已经到了房子的上面 他要赶紧将鬼杀队杀个精光 而这座屋子里 炭治郎和迷豆子正睡得相甜 只见熟睡的炭治郎 被一个手掐住鼻子直接叫醒 此人正是石头无一狼 他询问炭治郎是否知道一个叫铁学森的断刀人 原来他的断刀人便是铁学森 两人随后也是决定一起前往寻找 可正当两人说着的时候 门外却传来了动静 只见一只诡异的鬼镜直接闯进了他们的房间 看到这一幕的炭治郎二人直接愣住 最让人恐怖的是 他竟然可以如此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气息 就连霞柱石头都没有察觉 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毫无疑问 他正式上旋轨 就在这一瞬间 两人直接进入了战斗状态 霞柱使出霞之呼吸四肢性 平流斩 然而这一攻击却被对方高高跃气躲过 直接跳到了天花板上 反应速度之快让霞柱不禁感叹 炭治郎见状 连忙上前支援 他现在拿的是钢铁种打了刀 此刻的他也已经恢复了身体 随时可以进行战斗 随之而来的就是他的火之神月 炎华突 火焰突刺自下而上冲去 击中对方后的炭治郎却感到不及 为何对方一直不反击 此时一旁的迷豆子也冲了上来 化身腿柱形态直接给了对方狠狠一顿 将其踢飞 随之而来的就是霞柱的一刀斩 将他的脖子斩断 看到这一幕的炭治郎 回忆起了之前的一战 就算砍断了上旋的脖子 对方也可能不会死 他赶紧让霞柱当心 只见被霞柱砍下的脑袋 在下一秒竟然长出了身体 而身后的那具身体竟重新长出了脑袋 此刻的半天狗竟从一只分裂成为了两只 炭治郎见状连忙上前支援 只见长出身体的那只鬼手中拿起一把芭蕉扇 对着霞柱用力一扇 巨大的锋利瞬间冲向霞柱 直接将霞柱从此地吹飞了出去 而场上也只剩下炭治郎和泥豆子二人 此时两只鬼的真面目也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一只名为可乐 一只名为激怒 看着对方的身影 炭治郎的意识也逐渐磨 而就在这时他发现一个人站在房顶 手中拿着长枪对着激怒 而此人正是不死穿玄蕉 玄蜜对着眼前的上玄鬼就是一发子弹 大人时代变了 紧紧一枪 就将两个鬼一起爆头 炭治郎直接惊了 这种枪居然和日轮刀有类似的气 然而有一只鬼却没有干掉 只见可乐歪着脑袋 表示这可真是有趣 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样子的攻击 只见玄蜜绿马冲了上去 一刀下去 将他的脖子完全砍断 然而一旁的炭治郎却大喊 这种鬼砍多少次就会分裂多少 而且还会反老环同变得更强 所以眼前的这些鬼是故意让他砍断脖子的 正当炭治郎想着要找出他们弱点的时候 却突然被什么东西抓了起来 回过头一看 居然是一只化身为鸟形态的鬼 分裂出的四只鬼都拥有不同的能力 此刻炭治郎对着妹妹大喊 不用管自己先去帮助玄蜜 此刻的玄蜜正在和其中一只分裂鬼对峙 只见对方的法杖插入了他的身体 竟然直接将其狠狠地贯穿 看到这一幕的炭治郎急了 让妹妹赶紧去帮助对方 然而鸟形鬼却开口了 对方居然还有功夫担心别人 随后对着炭治郎就是一发超声波攻击 超声波的冲击让炭治郎的脑袋一片空白 随即从高空落了下去 下落中的炭治郎靠着数只缓解的冲击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此刻的炭治郎无比的想要站起来去拯救村里 但是身体已经完全马病 耳朵也听不到声音 而就在这时 刚刚那只鬼的分身却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口中的超声波在下一秒就要发射 与此同时在森林的另一处 被吹飞的霞柱正在往村里赶 而此时他竟然发现了一个小孩正在被鬼追杀 以断刀人的标准来说 小孩的技术还不够成熟 不应该优先救他 而且从鬼的气息上判断那个鬼并不是本体 所以他没有理由停下脚步 他此时应该优先拯救村子里的刀脚 然而看着眼前的小孩即将惨死在鬼的手下 他的脑中突然回忆起了炭治郎的话 助人为乐最后自己也会收到回报 就在下一秒 抓住小孩的手突然被斩断 而此时的侠主 在做出思考前身体已经行动了起来 出现在了小孩身前保护住了对方 最强腿注迷豆子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面对半天狗的分身 他直接是一脚踹爆了对方的脑 而我们可爱的恋主 甘露斯密里也在此刻终于赶到了战场 在侠主的攻击下 鲤鱼怪的脑袋直接被气砍下 然而对方的身体竟在下一秒进行了再生 此刻侠主判断对方的要害或许不是脑袋 于是他一刀砍碎了怪物背上的花瓶 将其砍碎后 鲤鱼怪也不再愈合 原来从湖内得到的力量竟是血鬼术做成的东西 结束了这场战斗后 石头从小铁的口中得知钢铁肿 还在断刀 于是二人决定先去守护对方完成断刀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炭治郎一刀砍断了在他身后的鬼头 然而被砍成两半的鬼头竟然再次进行了分裂 同时向炭治郎发动声波 然而炭治郎发现分裂后的攻击力也没那么强了 于是他判断对方或许并不能永无止境地越分越强 偶然闪现在口中的文字喜慕哀乐 那四只鬼或许才是最强的 要是再继续分裂的话只会越来越弱 就在这时 喜之鬼又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对他进行声波攻击 却被炭治郎躲开 而就在下一秒 对方的爪子直接从炭治郎的胸前划过 留下三道抓痕 此刻的他无比自信 他的爪子的锋利度 就连金刚石都能切碎 获得优势的炭治郎立马趁神追击 奋力的一刀麾下 直接砍断了对方的脑袋 另一边 尼豆子正在和乐之鬼进行激烈的对峙 一旁的哀爵表示 就由自己来刺杀他的要害 说着便想从不死穿的身体中拔出长毛 却发现长毛怎么也拔不出来 一枪下去 直接将其狠狠地抱头 但是这一击却并没将哀爵击败 随后对方直接猛地将长毛 从不死穿的身体里拔出 而他的脑袋也在下一秒恢复如初 与此同时不死穿的嘴里 不停地在念叨着什么 激怒见状让哀爵赶紧打爆对方的头颅 于是哀爵立马举起长毛 向对方狠狠地砍去 然而不死穿却在此刻突然同原地消失 下一秒镜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正当这一刀即将砍中对方的时候 不死穿却被激怒的雷电所命中 这道雷电他无法闪躲 看着眼前可恶的激怒 不死穿愤怒的一枪打在了他的手上 然而在激怒看来 眼前的这个不死穿身上充满了一点 明明被哀爵命中了要害 却还能如此行动 随即哀爵用自己的长毛 摔在了不死穿的身上 将其狠狠地打飞 此时正在和迷豆子对峙的可乐 看到了不死穿的战斗 瞬间对眼前的小女孩失去了兴趣 紧接着他一脚就贯穿了迷豆子的身体 并对着激怒大喊 等自己将这个女孩的手脚折断 再让对方用法杖将其刺穿 正当他自信满满地想要折断 迷豆子的双手之时 对方静一脚狠狠地踢在了他的头上 把他的头直接给踹歪了 最强腿柱果然名不虚传 紧接着迷豆子直接发动邪鬼术 将对方全身燃烧 随后他直接反过来扯断了对方的手脚 并从他的手上抢走了芭蕉扇 拿着对方的芭蕉扇 对着可乐狠狠的一回 直接将气从屋子里吹飞了出去 随后迷豆子举起芭蕉扇 向着激怒飞去 然而攻击却被对方用武器挡下 并用法杖直接贯穿了对方的喉咙 紧接着发动雷电之力 而就在另一点 炭治郎一边和喜之鬼战斗 一边靠近不死川和迷豆子所在的房间 利用对方的飞行惯性 他将刀直接刺入了对方的身体 利用着出其不意的攻击 两人直接再次回到了最初的房间 随后炭治郎连忙寻找妹妹的身影 却发现迷豆子正在被激怒 用雷电残忍地捉摸着 看到这一幕的炭治郎直接怒 愤怒地向对方中去 而此时的激怒却非常生气 他对可乐和空袭的表现非常失望 而就在这时 他的法杖竟然插在了空袭的爪子上 因为是相同细胞的肉体 所以他的法杖无法停电 眼前的炭治郎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洞察力 这让激怒再次重申了眼前的难度 此时炭治郎由于单手的原因 只能砍断对方的舌头 舌头被攻击到的话 这些鬼的回速速度也会稍微下降一些 紧接着炭治郎利用空袭的击爪 拔掉了插在迷豆子脖子上的法杖 然而他的身后 对方的法杖已经向着炭治郎的脖子进去 而就在下一阳 法杖竟突然停住了 回过头一看 原来是迷豆子已经抓住了对方的法杖 并且直接发动血鬼术 将对方全身焚烧 这招血鬼术对上险鬼来说非常有效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可乐竟直接从远处跳了回来 在空中对着两人挥动手中的芭蕉扇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风压向着兄妹二人洗去 将两人狠狠地压在地上 巨大的风压几乎要将两人的身体压了 片刻后 炭治郎和迷豆子已经失去了意识 与此同时三只分身鬼也在此地正式集结 无数的怪物在此时入侵了村庄 此刻的断刀村陷入了空前的巨大危机 而我们的炼主也在迅速赶往战场的路上 他是鬼杀队中排名第二的恋爱猫 别人入队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与杀鬼有关 但他入队的原因 竟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梦中情郎 久住之一的他负责区域是刀降村 现如今却遭到了上险鬼的袭击 就连全村技术最为精湛的村长都没有幸免为难 炼主得志后之声赶往现场 炼主不仅打法优雅 就连使用的日轮刀都很特殊 看来在炎主大哥那 秘离还是有好好学习的 建村长一声不吭 秘离不由地开始担忧起来 能被秘离这么高 就算是个鬼都得再活三十年 就在众人与上险鬼展开激战的同时 掉线的侠主却在不停刷野怪 还好找到了铁血森的所在位置 背下的不轻的小铁连忙跑过去 确认了身份之后 侠主开始向他索要心刀 毕竟在之前的战斗中 刀刃的受损程度可是相当严重 被侠主一把满下 因为他已经嗅到了鬼的味道 守住在兔的御狐并没有得逞 他不着急动手 而是想让别人欣赏自己最新的灵魂 他将其称之为刀匠的七弹末铭 玩弄别人的尸体就是他最大的乐趣 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彻底激怒霞助 通过试探侠主了解到 他可以在狐与狐之间来回移动 本以为打碎狐就能让他停止移动 可在回过神来时 新的狐却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这令侠主百思不得其解 狐被坦碎对于御狐来说 就相当于瞧不起他的艺术 于是他不再犹豫 立马发动了血滚术 表面上看似几只可爱的小鲸鱼 实则却是暗藏杀鸡的武器 侠主利用地形挡住了攻击 但吓傻的两人却成为了暴走 狐狐现在可算是玩嗨了 相比半天狗那边他的战斗并不费的 不仅玩弄了他人的性命 甚至还能在住的面前装逼 为了拯救无聊的生命 也就只有死在这种无聊的地 这般丑恶的嘴脸 让狭住的记忆开始重叠 好像以前也听到过同样的话 但就是想不起来是从谁的口中听到的 隐隐约约记得那个夏天很热 入夜还能听到吵闹的缠鸣声 但才回忆到这里 就被不识趣的玉虎给打断了 于是狭住提刀而上 试图斩下他的脑袋 虽说玉虎长得丑 但上帝却给他开了另一扇窗 不仅让他找到了刀匠村的位置 还将狭住的行动彻底封锁 猎鬼人最大的杀招就是呼吸法 可现如今的狭住却无法使用 可以说是穷途陌路也不足为过 贝可乐用团扇打晕之后 泥豆子率先恢复意识救下哥哥 无奈的是 激怒雷击的威力实在太大 两人还是被打了个正着 危机关头 汉智郎只能抱着迷豆子慌忙逃窜 激怒的表情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 打了半天都解决不掉两个小鬼 于是他立马命令可乐 用团扇将整座建筑吹屏 在视野开扩的情况下 两人被发现那是必然的事 汉智郎的大脑飞速运转 怎样才能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 减缓他们的自愈速度呢 就在他这么小时 妹妹给他买了一个外挂 只见迷豆子紧紧抓着日轮刀不放 因为迷豆子的血液刀身开始燃烧 刀刃随着温度上升 逐渐从黑色转变为白色 在被能爆炸的血液覆盖之后 彻底成为一把鹤刀暴血之刃 也就是在这时 汉智郎回忆起一传的记忆 而他们口中的武士大人 正是无惨害怕的那个男人继国园医 他曾使用的刀和炭治郎一样是黑色 只有在战斗时才会变成红色 虽说是因为迷豆子的血之力加持 但炭治郎也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必使用的这种手法 应该跟那个男人大相征庭吧 每一次变强都会遇到更加强大的武 每次都在恶战中弄的变体鳞伤 曾经在无限列车一战中 炭治郎还帮不上大哥一点 现如今有鹤刀加持 炭治郎也有了一战之力 因此他决定回应大家的期待 虽说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鹤刀 但已经刻入无惨的DNA中 激怒瞬间明白这把刀 就是将无惨逼入绝境的力气 就连炭治郎的身影都和那个男人重叠在了一起 炭治郎一直都在思考 为什么将继父太郎斩首的那一击 威力会如此惊人 那个瞬间的感觉与呼吸 还有发力的方式 全身就像燃烧起来那般炽热 此刻的他却浑然不知 其实这就是斑文觉醒的征兆 只要将四只鬼同时斩首 自然能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而剩下的最后一只哀绝 早已被玄米砍掉了脑袋 好在他平安无事 但他的状况或许不是很样 玄米整个人嗨了起来 似乎有点享受不做人的感觉 被斩杀的上险鬼没有消失 炭治郎一时半悔摸不着头脑 尽管不是很清楚玄米发生了什么 但他确实砍断了埃绝的头颅 看来这只鬼和继父太郎一样 只有将四只鬼同时斩首 才能真正将他们消灭 分别展开攻击是没有任何意义 但有一点炭治郎很在意 喜怒哀乐的弱点或许并不是脖子 根据这股违和敢判定 一定存在第五只鬼的分身 如果将他的脖子砍下 或许就能赢得胜利 就在他思考接下来的对策时 却被玄米一把掐住脖子 并朝他怒吼不要蹬鼻子上来 欺败上弦的人只能是自己 炭治郎之所以能打败上弦六 完全就是依靠他人的力量 因此才没有机会晋升为主 看着孩子没有半点私欲的眼神 不作人的玄米一时静愣了神 这时恢复的激怒再次发动攻击 炭治郎立即动身寻找第五只鬼的踪迹 同时叮嘱玄米照看一斗子 多亏可乐将温泉的硫磺味吹散 炭治郎根据气味 很快发现了第五只鬼的踪迹 随后便将他的位置告知玄米 为了不让其他分身干扰这次行动 兄妹两人齐心协力向滚发动了反击 但弥豆子还是被挨绝给他们了下来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玉虎可算是完哀了 霞柱被困在水域锅里共弹部 激怒发现炭治郎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比情报中还要强上了几分 不管是非同寻常的反应速度 还是战斗中的应变能力 都在生死关头出现爆发性的增长 炭治郎刚刚还占据着主动性 但下一秒还是被可乐封锁的行动 好在刚刚的斩击发挥了作用 这才有机会向玄米告知 第五只鬼行进的位置 玄米显然头都找大了 时间拖得越久的话 对自己的消耗也就越巨大 实在不敢相信 这个小玩意竟然就是本体 还会像老鼠一样在森林疯狂讨算 玄米总算明白了之前鬼杀队的朋友 要在对抗四个分身的同时 抓住这只小老鼠并将其斩首 想想都棘手的要死 好不容易将他逼入绝境 玄米正想一刀结束他的罪恶人生时 却不料刀身竟在触碰到的瞬间折断 他们曾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今天却因为一句话 从此形同末路断绝兄弟之情 他们的母亲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性 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劳作 在玄米的印象中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妈妈好好休息的样子 父亲虽然身材高大 但却是村中有名的无赖 曾因寺院自作自受被人捅死 他活着的时候也不消停 动不动就拿家人撒起 然而在父亲家暴的时候 大哥十米总是会像英雄一样挺身而出 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 玄米排名老二 天色见完母亲迟迟没有归家 十米身为长子 自觉地承担起了寻找母亲的责任 在大哥的照顾下 这个家庭虽贫穷但过得也算美满 时间过了很久 兄妹几人不由地担心起来 玄米安慰他们 大哥已经出去找了 等你们睡醒之后 哥哥肯定就会带着妈妈回来 这时门外浮现一个身影 兄妹几人欣喜若狂连忙起身查看 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血肉红飞的惨状 玄米的脸上也被划开一道口 不等玄米摸清状况 大哥就将对方从阳台推了下去 玄米一个接一个地查看伤势 发现家人的性命危在旦夕 于是连忙起身打算找医生 可当他来到了街上之后 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副惨状 只看到表面现象的玄米 脑子彻底乱了套 下意识地说出很过分的话 等他发现的时候去为时已晚 家人的身体也开始变得冰冷起来 整理好思绪冷静后才明白 原来当时那个以为是狼的东西 其实是变成了鬼的妈妈 然而大哥为了保护这些兄弟姐妹 在扶晓时分与怪物一命相比 并在坠落屋外之后 发现袭击家人的怪物其实就是妈妈 在亲手杀掉最爱的人激进崩溃边缘时 转眼又被拼死保护的弟弟乐于乡下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明明才约定好一起保护家人 可自己却做出了这番举动 时间回到现在 还没来得及向哥哥道歉 玄米的性命危在旦夕 既没有天赋也练不成呼吸法 如今就连成为助与大哥相见的想法 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先军一发之际 炭治郎出现打断了鬼的攻击 得到鼓励玄米不再迷茫 可炭治郎却再次陷入了困境 玄米见状没有丝毫犹豫 替炭治郎挡住了所有攻击 即便身体变得千疮百孔 他也没有退缩半个 趁着玄米掩护的时机 炭治郎提起鹤刀砍向第五只鬼 被困住的石头无翼狼正在走向火灭 肺葬内残留的空气 还能让他勉强挥出一击 尽管玉湖很想继续欣赏霞助窒息的模样 但更令他在意的是旁边的小货 到底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连突刺都奈何不了水浴波 霞助可谓是被玉湖给拿捏的死死 他也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 主公大人至少在派两名柱前来支援 这时炭治郎的身影悄然浮现 他让霞助不要那么想 毕竟没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在霞助的印象中 炭治郎却没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可一时半会又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这让他不由地怀疑起 难道是临死前的走马灯吗 与此同时 玉湖在小屋内杀疯了 专心磨刀的男人吸引了他的注意 根据直觉判断 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村长 玉湖本打算直截了当地询问 却不料男人根本就不理会他 而是一心一意地专注手里的活 这等惊人的集中力玉湖感到极为震撼 也让自诩为艺术家的玉湖十分不熟 毕竟他都不曾这样埋头于创作之中 为了让男人停下手中的动革 玉湖使用邪鬼术试图打断对方 原来面具下的钢铁肿这么帅气 手中磨刀的动作 也没有因为外界的纷扰而停下 玉湖整个人都要气傻了 对他而言杀掉对方根本一如反掌 但他偏偏就是想打断研磨工作 让钢铁肿放弃手上的那把刀 主打的就是一个防目 而霞柱这边状况愈发不妙 猎鬼者被剥夺呼吸 就相当于无惨大白天在海边晒太阳 就在霞柱逐渐走向毁灭的那一刻 炭治郎的身影则在一旁默默加油打气 这让他开始反省 至今为止所做出的错误判断 但小铁却没有放弃霞柱 拿着小刀不断刺向水域波 就连柱都奈何不了的邪鬼术 怎么可能轻易被小铁破开呢 他认为与自己的性命相比 更值得优先做的事情就是保护村长 无奈小铁并没有那种能力 他还是希望小铁能尽可留待 多带上几把刀赶紧逃跑 负责监视的敌人似乎不想让他们夺逞 于是便对小铁发起了进攻 瞬间他的身上就被开了几道口子 眼见小铁的性命危在旦夕 此时的霞柱却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少年被鬼掏心窝 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没想到炭治郎曾说过的话 竟然能在霞柱的身上应验 得到小铁输送的氧气 霞柱的脑海浮现出一个身影 那个模样和炭治郎有些许相像 这是炭治郎目前碰到最为棘手的上行 好不容易才找到本体所在的位置 明明就差那么一刀就能将其斩首 但身后却传来了第六只鬼的味道 炭治郎顾不了那么多 打算先砍断脖子再思考别的对策 可偏偏就在这时 泥豆子的血液失效 宣告了这一次斩首行动失败 因为判断失误的原因 炭治郎很可能会被流荡误伤 以至于害的玄迷不敢拍枪 随着敲击太鼓的声音响起 术幻化成慕容发起了攻击 尼豆子及时出现救下了哥哥 但也因此被慕容养断了小斗 尽管能靠鬼的能力辜负 但巨大的损耗还是让他有点视不消 炭治郎人马了 显然第六只鬼的出现 打得他一手粗不及防 尽管玄迷看清了刚刚的状况 但还是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在炭治郎与小鬼对峙的时候 怒鬼突然举起了双手 洗了二鬼转眼之间 就被他的两只手牢牢吸住 碾成肉酱后瞬间吸收进了体内 玄迷还没回过神来 怒之鬼以同样的操作吸收了哀菌 紧接着怒之鬼的身体就开始变形 最终变成了那副模样 而这个新诞生的年轻鬼 其名为曾破天 只见他轻轻敲击太鼓 真身就被树木给保护了起来 炭治郎连忙大声喝止 却被曾破天极其恐怖地压迫了 压得大气都不敢喘得下 除开人类 鬼也能在被逼入绝境时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身为上弦之四的半天狗 曾经无数次被逼入绝境 并利用血鬼术将用于自保的强烈感情 加以具像化多重分裂一路取得胜利 敌人对他造成的威胁越大 他就会变得越发强悍 曾破天的性格则是半天狗本性 更加烈化且扭曲后的表现 他会目空一切地做出各种恶性 声称所有伤害妾的人都是恶人 在他看来攻击妾的行为 就是鬼畜穷凶极恶的行为 因他的本性扭曲的言论 炭治郎愤怒到轻轻爆起 明明已经吃过了数百个人类 居然还有连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 对于三观早已扭曲的恶务 炭治郎发誓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时隔21天 吴义郎终于从水域波中脱克 将刺穿脸部的针一颗颗把下 强烈的麻痹感让侠助产生无力再战的想法 小铁恰巧就在这时陷入了危机 小时候的记忆也在逐渐复苏 记得爸爸是一位侨夫 而使得他常常与爸爸一起上山伐木 妈妈因感冒久之不遇 结果恶化成肺炎被夺走了生命 那天窗外下着暴露 爸爸为了采摘草要给妈妈妈治病 师族跌落悬崖一命呜呼 父母双双去世的时候 石头吴义郎才11岁 在那之前他还有一位双胞胎哥哥 名为石头有一郎 然而哥哥却是一名毒水 只相信好人没好报的说法 他觉得爸爸为救妈妈师族摔死 简直就是特别蠢的一种行为 尽管弟弟一再反国 让他不要再说这么过分的话 但他却认为只是在陈述事实罢 甚至不惜挖苦弟弟 吴义郎的无是无能的无 就算耍在多嘴皮子 也无法改变成为事实的过去 所以吴义郎的无 也是毫无意义的无 两人在一起的生活 一度压得吴义郎喘不过气 他认为哥哥是个冷漠的人 并且非常讨厌他这个弟弟 有一次 主公大人的妻子前来拜访 因为他长得太漂亮的人物 以至于让吴义郎 错把他当成了白花树的妖精 结果哥哥还是像往常一样 对着天鹰大人恶语相向 将其赶走 然而吴义郎话还没说完 只见哥哥面无表情地拿着菜刀 用力将萝卜切块发泄不满 紧接着朝弟弟生死力竭的大吼豆 你有个屁的能耐啊 连米饭都闷不明白的臭小鬼 竟还妄想做见识帮助他人 这副臭德信跟爸妈有什么两样 就算祖上是无敌的见识 但两个小屁还又能改变什么 到头来只是被那个女人利用了 那个狐狸精肯定有什么馊主 在那之后 天鹰人频繁拜访两兄弟 哥哥为表不满用水拨了他 因此两人狠狠地大吵了家 沟通也变得越来越少 时间来到炎热的夏天 蝉鸣声不绝于耳 以至于兄弟俩非常烦躁 结果开着门睡觉时 一只鬼闯了进来 眨眼的功夫 有一郎的左臂就被鬼瞬间切碎 在恶鬼看来 靠着砍柴为生的两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死活都没什么区别 那就榨干他们的最后一点价值 好填饱自己的肚子 无一郎回过神来时 那只恶鬼已经奄奄一息 没过多久天就亮了 恶鬼转眼化为尘埃消失 他想尽快回到哥哥身边 但身体却变得像千块一样沉重 好不容易爬到了家里 却发现哥哥已经命不久已 好在哥哥及时回心转移 将所有罪责揽到了自己身上 假如上天定要降下天罚的话 那就全部冲着我来吧 石头无一郎的无视无限的语言 当他真正了解其中含义的那一刻 挟住忠于觉醒的单轮之力 此时此刻的小屋内 玉虎还在不停地折磨钢铁肘 就算被恶鬼弄瞎了左眼 他都一声不吭继续打磨着手中的刀 玉虎本想拿铁学森的心灵妖胁 却不料被提到而来的侠助给打了 玉虎可谓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对方脸上觉醒的单轮 还是让他产生了警惕 根据无惨所赐的情报中 那位带着耳追的小孩也有类似的单轮 按理说霞柱应该被毒针麻痹了才懂 为什么他能站在这里一脸从容不过 不等玉虎过多思考 霞柱率先发起了攻击 玉虎沾沾自喜的同时 只见被击飞的钢铁肿捡起磨刀时 又自顾自的开始了研磨工作 玉虎被当场震惊在了原地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杀掉侠主 这样才能继续他的恶举味 正当他想要一把免罪侠主 然后彻底将其吸收掉时 却不料血鬼术镜再次试下 虽说铁血森心里很感动 但他只是依照霞柱第一位刀匠的感情 才将刀给打造出来了而已 那位刀匠先生名为铁颈部 因为罹患心脏疾病而去世 他就是最了解霞柱的人 他深知自己走了之后 再也没人能够理解这个孩子 根本没有人发现这个孩子 曾经付出过多少足以让人吐血的力量 也不会有人发现 身为九柱之一的石头无一牢 骑士婆的如履薄冰举步为坚 每当他看到侠主使用过的配刀 都会经不住老泪纵横 就在那么一瞬间 侠主差点砍掉了他的脖子 欲狐不由地夸赞了两句 但他却认为侠主的速度 还是跟不上胡子的高速移动 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对方确确实实砍到了自己的脖子 侠主发誓下一刀定将夺取玉壶的手机 毕竟他没那么多时间 玩这种无聊的玉壶游戏 骑士有一郎始终深爱着自己的弟弟 因为他总是力不从心 他一直相信有办法对别人温柔的 是被上天所选中的地步 之前对无一郎的种种行为 是出于不相信会被神明保护的原因 无一郎 无一郎开启班文单杀玉壶 密里在千军一发之际赶到战场 成功救下体力不支的炭治郎 此刻的侠主状态特别好 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是班文导致的 即时透有一郎死后 恢复记忆的弟弟成功继承了他的毒蛇 面对喋喋不休的玉壶 无一郎故意嘲笑他 被戳到痛点的玉壶当场欺诈 恨不得将侠主给狠狠撕碎 于是他立即释放血鬼术 打算用一万划空链鱼啃碎对方 将他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瞬息之间一万条鱼就被尽数斩杀 这惊人的攻击速度和攻击范围 玉壶直接看傻愣在了原地 紧接着无一郎使出狭之呼吸 三只形狭散之飞沫 利用弃弦成功将毒液全部弹开 随后冲向玉壶所在的位置 一刀砍在了他的脖子上 而玉壶则利用褪皮躲避了砍技 无奈的狭助立马开启嘲讽模式 被激怒的玉壶打算拿出实力 准备在此彻底击败侠主 只见他额头的四只小手逐渐退回 身躯慢慢长出灵片 最后变成极其丑陋的不知名怪物 然而无一郎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而是呆呆愣在原地就那么看着 任凭对方在那自娱自乐 他的眼里丝毫没有泛起半分波澜 暴怒的玉壶举起右裙 狠狠地朝着无一郎打出 地上瞬间就被砸出一个大坑 一条条咸鱼不停地翻滚着 好在无一郎并没有受伤 曾经亲眼看到哥哥的尸体腐烂 自己的身体长出蛆虫 无一郎临近死亡深渊之际 得到了产无夫一族的照顾 这才让他幸运获救 即便失去了记忆 身体依然也会记得不停挥刀 那股愤怒致死都不会消失 所以他几乎是呕心立血 不惜疯狂训练直到吐血 都是为了消灭鬼将他们赶尽杀绝 玉壶不甘示弱 释放血鬼术试图拼死反胖 可面对火力全开的无一郎来说 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侠之呼吸七只行龙的范围中 玉壶根本就找不到他的身影 时影实现的无一郎 简直让玉壶摸不着头脑 只能凭着感觉到处攻击 身体仿佛被重重物矮包围 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根本找不到对方的缺席方位 一片刀光剑影之后 玉壶丝毫没有察觉到 脖子已经结实地挨了一刀 直到脑袋落地那一刻他才意识到 竟然真的被侠助给砍断了脖子 活了整整几百年 万万想不到最后居然会输给一个熊孩子 接受不了现实的他破口大骂 试图用口还来缓解尴尬 但无一郎却没有心思继续理他 而是一刀将紧剩的头颅切成了数款 正如主公大人所言 只要找回坚定的自我 无一郎就会变得越来越强 在单杀了玉壶之后 无一郎眼神空洞呆呆站在原地 铁血森迟迟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是不是现实 无一郎的状态越来越差 身体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就算如此 他还是很担心小腿的身体状况 最终因毒素蔓延至全身 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手足无措的铁血森一时半会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还好小铁的身体并无大碍 血迹都是从伤口中流出来 只是被不小心蹭到胸口上而已 让他在地府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 是炭治郎寄存在他兜里的刀 也就是严重留下来的遗物 而炭治郎将刀割寄存在小铁身上的原因 则是想将他用在自己的新刀上 回想起与大哥共处的时光 无一郎的眼角瞬间泛起泪化 家人的魂魄一同出现 他们表扬了无一郎的所有能力 无一郎也因此终于恢复了记忆和感情 与此同时 炭治郎与增破天陷入云战 好不容易摸清了慕龙的底细 却被慕龙使用超声波狠狠的击飞 巨大的惯性令他重重摔倒在地 泥豆子与玄弥的处境 可以说是弹尽两绝 偏偏就在这时 炭治郎的骨膜被震破 视野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没有过多反应的时间 左脚就被鱼波攻击造成了重伤 经过一番苦战 炭治郎发现 增破天可以同时使用四只鬼的能力 并且攻击力还比之前增加了不少 顾不上利用呼吸法来减缓左脚的伤势 本以为只要拉开足够的距离 就能争取到喘息的机会 却不料竟被复制伸长的慕容 一口咬住左臂随后吞下了骨子 泥豆子和玄弥也被敌人限制了行动 终于什么 千钧一发之际 蜜莉及时赶到了战场 他将炭治郎放到树下稍作休息 承诺说一定会救出玄迷和迷豆腐 紧接着就向增破天发起了攻击 期待已久的炼珠终于登场 却被增破天怒骂女流氓 蜜莉简直肺都快气炸 一个小孩子嘴里竟然也能蹦出这种话来 明明跟自己的弟弟差不多的年纪 待他反应过来才想起 鬼的实际年龄往往与外貌并不相符 但就算这样也有点过分 不得不说蜜莉实在太可爱 炼治郎早已看得目瞪口白 他发现蜜莉的爱刀极其轻薄且柔软 单论战绩速度的话 他甚至在阴住雨水天原之上 断刀是为其轻身定做的日轮刀 想必也只有他才能驾驭这把力气 增破天释放的慕容极其难缠 炼治郎三人都吃了大亏 但炼柱却跟他打得有来有回 这种速度都能跟上 于是增破天不再选择留守 Projekt스템的旧 不断烟炼 火灭炼 火灵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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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烟炼 还好利用五支行成功化解了攻击 蜜莉紧接着将刀盘在了鬼的脖子上 正当他打算一刀将其斩首时 蜜莉看出对方似乎有什么企图 但当下将恶鬼斩首才是重中之重的事 汉智郎见状及时给出情报 可说完后才发现为时已晚 蜜莉根本做不出撤退的反应 曾破天的嘴角泛起巨大光圈 狂牙明波早已准备就绪 强大的穿透力瞬间穿过身躯 随后蜜莉就跪坐在地渐渐失去了意识 曾破天感到这个姑娘甚是匪夷所思 在正面吃下刚刚那一季后 虚体居然还能如此完整 难道是在中招的一瞬间 绷紧了全身上下的肌肉吗 经过观察后发现 原来这个小姑娘是特殊体质 所以才拥有与体型不符的强大力量 吞食优质的人肉正是通往强大的最佳节径 曾破天打算在用餐之前 先将练住的脑浆垂个稀烂 而蜜莉则在拳头触碰到头部的瞬间 脑海中闪过那段悲惨的走马灯 这是成年来第一次相亲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不仅被眼镜男发了好人卡 甚至还被对方恶语相向 眼镜男声称世上只有畜生才会娶他为妻 还有那诡异的发色要是遗传到子女身上 光是想想都会觉得毛骨悚然 那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一件事 17岁的甘露寺蜜莉相亲就此倒吹 说起来她的体质本就特殊 肌肉密度高达常人的八倍 尽管四肢看上去纤细 但就力量而言却是肌肉难的感觉 刚一岁零两个月的时候 因为想给怀着弟弟的妈妈帮忙 蜜莉轻松举起了重达四斤的烟菜石 她那向来一胆大著称的妈妈 这辈子还是头一次 被自己的女儿吓得双腿发软跪坐在地 并且她的饭量十分惊人 甚至比三位相扑力士加在一起吃的都多 察觉到自己和身边的女孩有所不同 便开口询问父母自己还能嫁得出去吗 相亲告吹之后 她意识到必须设法隐瞒这一切 于是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 一直强忍着食欲少吃东西 经常饿得自己头昏眼花 看着当时谎话连篇假装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她的嫁人们别提有多担心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总算是有个男人愿意娶她为妻 然而秘里却在这世产生了自我怀疑 难道真正的自己不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吗 真的要逼自己永远扮演另一个人吗 真的会有人能接纳原来的我吗 现实中的秘里突然睁开双眼 汉智郎等人将她扑倒在地 秘里这才反应过来刚刚失去了意识 直到这一刻她才明白 原来只有鬼杀对这个小家能接纳自己 他们始终坚信着 只要保护好身为希望之光的秘里 一定就可以反败为胜 紧随而来的是增破天的雷电攻击 秘里在躲避的同时幡然醒悟 身为九助竟然还犯下了那么低级的错误 在得知秘里经历的那段时间里 主公大人安慰她要为这份强大而自豪 不要去在意世人的眼光 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只是畏惧以及羡慕你的天赋罢了 此后秘里听从意见 始终乐观开朗地活着 主公大人也因此成为了她的救赎 秘里打从心底感谢父母 是他们将自己生得那么结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地得到了队员们的认可 从恶鬼手中不断解救人类 他们都会流着眼泪向自己道歉 而后更是被伊黑先生邀请到饭馆 一同用餐并收到了她送的条纹长袜 这是份无比珍贵的领 所以她才会一直穿在身上 曾经因为异于常人的苦恼 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力量 但如今已经没有那个必要 一想到这秘里心中燃起希望的力量 不过要想彻底打败增破天 必须进一步提升心跳的频率 让体内的血液运转得更加迅速 趁着秘里拖住增破天的同时 探知狼兄妹联合悬迷 一同寻找着窃鬼的藏身之处 随着秘里的速度越来越快 增破天也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直到看见了她脖子上的斑纹 被这个小姑娘限制了行动 曾破天感到极为不快 害得自己无法用龙世子木蜥蜴 去阻击那些小鬼 恼羞成怒的她当即敲响泰国 打算和秘里敖战到底 她相信秘里不会坚持太久 毕竟只是个人类而已 体力早晚会有不济的那一刻 而探知狼这一边 他们成功找到了窃鬼的位置 玄迷通过自身特殊的体质 开始啃咬树干吞噬鬼的血肉 耐易于常人的咬合力 以及特殊的消化器官 能让她的肉体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鬼化 只要吞下的鬼之血肉越强 能加持到她身上的力量也就越多 趁着玄迷咬断树枝 泥豆子将血液撒上去 并释放血鬼束辅助哥哥 火焰令恶鬼的动作变得迟钝 探知狼抓住时机使用火之神神月炎武 两刀就将树干切了个粉碎 泥豆子和玄迷正打算动手时 却发现恶鬼不知何时早已逃之夭夭 见窃鬼越跑越远探知狼发誓 一定让他偿还自己迄今为止犯下的所有罪行和孽障 几百年前的回忆瞬间浮现脑海 可恶鬼却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 他认为自从出生以来从未说过半句假话 明明这么可怜却得不到半点他人的同情 但石迷才不管这些 只见他将树连根拔起 朝着窃鬼逃跑的方向狠狠砸了过去 鬼灭之刃断刀村出场的上弦之四半天狗究竟有多难杀 就算本体被炭治郎用刀架在了脖子上面 还能再次召唤出新的分身将炭治郎的头死死掐住 就在刚刚炭治郎与迷豆子 玄迷三人成功找到了半天狗的本体所在 只是对方的移动速度太快 以三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追上 而炭治郎的左脚更是因为受伤无法高强度的持续跑动 而且一到天亮对方就会逃得无影无踪 然而就在这时 炭治郎突然想起来善意曾经说过的话 爷爷以前对善意说过 使用雷之呼吸时 要将意识集中在双脚之上 只要掌握好身上每块肌肉的形状 才算得上真正的拳击中 回过神来的炭治郎仿佛明白了一切 下一秒 然而当炭治郎用刀砍在半天狗脖子上的同时 对方回头突然释放出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下一秒 老鼠般的身形突然暴涨了十倍不止 更是用双手狠狠地掐住了炭治郎的脖子 眼看炭治郎的意识变得逐渐模糊 玄蜜即使赶来用出全身上下吃奶的力气 试图将半天狗的双手掰开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半天狗的恨居然也可以用出其他分身的血鬼术 虽然威力没有增破天的大 但还是将玄蜜震得有些难受 好在迷豆子即使赶来 用自己的血鬼术给半天狗买了一个烧烤套餐 在迷豆子的帮助下 玄蜜也是终于掰开了对方的双手 并将其扯了下来 因为玄蜜是鬼的缘故 迷豆子的血鬼术一不小心也粘到了他的身上 解开束缚的炭治郎继续用刀试图将对方的脖子砍断 可不料半天狗突然不断后撤 以至于炭治郎根本没法稳定自己的挥刀姿势 而且还被半天狗拖入了山崖下面 迷豆子见状也是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此时的半天狗继续吃掉一两个卡拉蜜来补充体力 而他也闻到了附近有人类的存在 可不料下一年 炭治郎的这句话可把半天狗给吓得不轻 逃跑的脚步也变得愈发快了起来 而且还在逃跑的同时发现了食物 而断刀村的村民们也发现了半天狗 就这样几人开始了你追我跑的环节 与此同时炭治郎打算继续使用一次刚刚善意的同款招式 然而就在这时 炭治郎突然听到了好像有人在叫自己 随着声音不断寻找着对方 还没等炭治郎反应过来 山崖之上突然飞过来一把刀 而此人正是挟住吴翼郎 只是吴翼郎擅自丢刀的举动让钢铁种感到非常不熟 只因那把刀紧紧研磨到了第一阶段而言 让下面的炭治郎赶快还给自己 眼看天即将变暖 此时的炭治郎也管不了 半天狗的脖子被轻松砍下 炭治郎总算斩杀了本体 此时天色也逐渐亮起 炭治郎立马转身赶往迷豆子身边 这个地方太空旷 他不能照到太阳 想警告迷豆子的炭治郎 却已经脱离发不出声音 迷豆子也像是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朝着炭治郎跑来 两人都一脸惊慌地朝着对方靠近 两人拥抱住 炭治郎想阻止迷豆子继续向前 可迷豆子却疯狂挣扎 还一直指着他的身后 炭治郎这时才发现 砍掉头的半天狗竟然没死 还在追击着村民 炭治郎看向被砍下的头 舌头上写着恨 本体的字应该是窃材对 舌头上的文字不一样 他失算了 本体还没有死 说着就要去阻止本体 可阳光一泄迁 很快便照到了迷豆子身上 身体如烈火般灼烧 迷豆子发出痛苦的惨叫 炭治郎顾不上另一边 立刻转身护住迷豆子 让他把身体变小 然而他还是很痛苦 悬缩在炭治郎怀中颤抖着 那边的村民也发出惨叫 燃烧着的半天狗快追上他们 炭治郎看向悬迷和无翼狼 可他们也都自顾不暇 炭治郎快速想着可以保护迷豆子 又能斩杀鬼的方法 却发现根本无法同时做到 炭治郎在保护迷豆子 和拯救村民间痛苦纠结 最为了解自己哥哥 无法放弃任何一边的温柔 迷豆子看出炭治郎无法下决定 自己一脚踢开了他 让他放弃自己选择村民 全身灼烧的迷豆子 还在给炭治郎加油打气 那些过往的回忆 断断续续地出现在炭治郎的脑海 可他此时却已束手无策 只有亲眼看着最爱的妹妹合上眼睛 炭治郎忍受着痛苦寻找着鬼的气味 一边跑着一边追寻着 本体的气味还在鬼的身上 随着注意力的集中看得越来越清晰 本体藏在心脏的位置 没有头的恨鬼已经抓住了两个村民 炭治郎越起斩杀 鬼的身体被整个切开 本体终于露了出来 再也无处可逃 炭治郎毫不犹豫地砍了下去 半天狗也回想起 自己还是人类时候的记忆 偷过东西也杀过人 他却一直狡辩说不是自己的本意 都是自己双手的错 斩首前他被五彩救了下来 被他杀害的人曾经说过 他犯下的罪 总有一天会用他肮脏的命来偿还 此刻就是报应之时 炭治郎使出全身的力量 让火焰燃烧得更猛烈 刀身因为火焰的温度变成了鹤刀 火光划破天空 炭治郎用尽了所有力气 以牺牲迷豆子为代价斩杀了上贤者 这是一场胜利 可却只让人感觉残酷 他跪在草地上痛苦地流泪 他明明是为了让迷豆子变回人类 才会走上鬼杀队这条路 现在却失去了迷豆子 村民叫住炭治郎让他回头看 一个在熟悉不过的身影朝他走来 炭治郎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迷豆子不仅克服了太阳 甚至找回了说话的能力 跟炭治郎磕磕绊绊地说了早上好 炭治郎一把抱住迷豆子喜极而泣 迷豆子没有化成尘埃消失真是太好了 终于放松下来的炭治郎体力不支一个倒栽葱 吓得众人纷纷担心地不行 另一边与增破天对战的炼主流着泪 实在撑不住了 感觉自己快要被杀了 已经闭上眼等死 木龙一口吞下了他 增鬼却在这时消散了 木龙也化成了尘埃 炼主得救了 想到应该是炭治郎他们 成功斩杀了本体 开心得不得了 木层在人类的家里正兴奋着 他终于等到了能克服太阳的苦 自己也不用再隐藏了 杀了这家女主人 然后变回本来的样子 他不需要再寻找蓝色比较花 只要吃了迷豆子吸收他的体质 他也可以克服太阳了 千年前的平安时代 木层为了活得长久不断尝试着药物 但都无法阻止病情的恶化 最后一气之下杀了那个为他开药的医生 不久后却发现他的药真的有用 不但让木层恢复了健康 还让他拥有了超强的肉体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无法在太阳下行走 而且对人邪有很强的渴望 从此他便肆无忌惮地活着 对人类想吃便吃想杀便杀 但他仍不满足 为了把阳光这个致命弱点克服 成为真正完美无缺的存在 他开始调查之前医生的药方 发现是用蓝色比暗花制作 但具体在哪里生长只有医生知道 找遍了全日本也没有找到 但现在出现了克服太阳的鬼 也就不再需要蓝色比暗花了 接下来只要得到迷豆子就行了 此时的迷豆子背着炭治郎跟无一郎会合 发现他的性格变了好多 亲和了不少 钢铁肿发狂似的来跟炭治郎要他打磨的刀 指着炭治郎的脸问刀在哪 明明刀没事却依然追着炭豆二人打闹 练柱也赶了过来抱住所有人又哭又笑 幸幸大家都活着 玄迷害羞的脸通红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会说话的迷豆子吓了一跳 想想又高兴了起来 一把抱住迷豆子 众人组团喜机而泣 实际上在此之前 朱氏的研究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 迷豆子的血已经足以让一只鬼能够脱离五层恢复自我 也正如朱氏所料 迷豆子身上的奇迹不止于此 居然真的可以以鬼之身适应阳光 但怀必其罪 围绕着迷豆子的最大决战也即将展开 断刀村党被带新 被破坏的房屋也在慢慢修复 村长特意来感谢炭治郎 钢铁肿也傲娇地来给他送刑 并跟他约定将为他重新打造新刀 离开村子要封闭五弯 炭治郎跟大家道别后就要离开村子 本以为这就是彻底的道别 还没走多远却停了下来 他的眼罩被解开 所有村民都出来感谢他 这是给他的惊喜 也是真心感谢他为村子做的一切 他是他们的英雄 自此断刀村天完结 那么无限成天还会有吗 敬请期待